現時的情況是值得憂慮的 亦都是我自己都說過 我是覺得心痛的 我認為我們一向來講 都是希望香港是一個自由和平的地方 自由是我們可以容許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言論 但同時我們要尊重別人 是一定要保持一個和平 以及一個理性的討論 無論你是甚麼大的議題 關於普選 關於民生的問題 我相信都可以用這個平台 用這樣的態度來討論